天气这么大,倒在这个大太阳底下,晒是怎么回事 台南这位先生呢,他八年前曾经控告警方施暴以及所惠 结果呢,检方不起诉,让他不爽到现在 甚至跑到警察局去陈情,当场还下跪 袁警要把他拉起来也不愿意 直接躺在四十度高的这个薄油路面上面 让袁警真的是伤透脑筋了 穿着白色上衣和短裤的男子 大热天跪在警局前,还大喊自己被欺负了 男子一边跪着,一边和警察争论 最后索性躺在涉事四十度以上的薄油路 而且车子还来来往往,看起来超危险 下跪的是台南市四十岁的李姓男子 因为不满八年前控告警方施暴和所惠不成 索性跑到警局前下跪耍赖,还引起围观 袁警要拉他起来,他也不愿意 后来还是袁警好说歹说,劝了两个小时 他才肯罢休 考量他的情绪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会欠说他 男子不满,告警不成,在警局门口耍赖,躺薄油路 不但对案情一点帮助都没有,还可能被烫伤 真的是太瞎了 中天新闻赖光章,黄博成才能报道